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到它们变成青蛙的那时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原来它们不但没有变成巨大型青蛙 法比原来还要小呢 体积就和普通的青蛙一样大 从全长25厘米的蝌蚪变成了7厘米长的小青蛙 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样面目全非的变化过程 还有谁能做到呢 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因此科学家们就把这种青蛙取了一个亲切的名字 不合理蛙 这种不合理蛙常年生活在水里 露出水面的部分也只有眼睛和鼻孔 这样它们遇到危险就可以迅速地钻进水底的泥潭里藏起来 它们的身上也异常滑腻 正是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轻易地躲过大鱼和水蛇的攻击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